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猎仙传这本古迹 没有人知道它的作者是谁 也没有人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时期的书 但它就像《山海经》一样 仿佛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凭空出现 书中内容主要记述了 从上古时期开始 至汉朝结束这千年间 七十多位神仙的事迹 因为太过于智怪 所以它在人们的眼中 也像《山海经》和《聊斋志》一样 被定义成了智怪小说 但实际上 古代有很多人都认为 《猎仙传》中的记载是真实存在的 因为其中大量的叙述与证实 都是相互重合的 甚至在近代出土的古墓中 还侧面证明了这一点 不过由于没有实际证据 我还是建议大家将这本书的记载 当作是漫威宇宙一样的故事来看 《猎仙传》共分为两卷 可以大体分为两种仙人性质 一种是神话中的人物 没有任何史实记载 一种是历史中的人物 在证实中有人物记载 但是并没有神话记载 我们就分成这两类来看一下 首先是我们熟悉的 《猎仙传》中称 《猎仙传》中称 《黄帝世人守龙身》 能够遇见未来 至于黄帝的事迹 我们听过太多了 所以就不叙述了 《猎仙传》 《猎仙传》打下天下之后 就去到了一个叫做 守山上彩虹去了 收集好了铜金之后 又去到了守山柱顶 最终起龙升天 这是《猎仙传》中的记载 实际上这件事 在《史记封禅书》中也有记载 《史记》就是正式记载了 除此之外 在河南陵宝市的杨平镇 还有一个叫做 《黄帝驻顶园》的遗址 传说这里就是 《黄帝驻顶修仙》的地方 现在已经被列入了 中华文明探园工程 六大遗址的首选 类似于这种 只听其名不见其人的 还有赤松子 猎仙传中的赤松子 是神农时期的人 被称为雨狮 黄帝大战持有的时候 有风波雨狮 这个赤松子就是雨狮 这个赤松子常年 腐蚀水域 最终呈仙 水域是山海经中的宝物 至于到底是什么 我们就不知道了 那么为什么这个赤松子 变成人中人口中的神仙呢 在这里我们要说明一个问题 大家不要觉得 古人很少 很憨厚 从我们之前提到的 古籍中可以看出 除了科技之外 在思想上 古人与我们现代人一样 都是人 他们也不会盲目相信 这种虚无缥缈的事情 之所以赤松子能够在人们心中变成仙人 主要原因也是史记 张良是汉代的开国功臣 根据记载来看 张良的兵法是有人传授的 传授兵法的人叫做黄石公 帮助刘邦建立完政权之后 张良就怨气人间事 欲从赤松子有儿了 所以人们认为黄石公就是赤松子 而张良在当时又是一个活生生的圣人 所以人们才会相信 再比如说彭祖 彭祖是阴朝的大夫 是专须地的玄孙 据说活了八百岁 从夏朝一直活到了商朝末年 善于导饮 内秀于浮食 活了八百多岁 听起来是不是特别扯 但就是这么扯的人 却多次出现在正史之中 比如说隋书中有彭祖养性遗书 新唐书中也有彭祖养性经 但是仅有正史记载是不够的 古人也认为八百多岁确实是太扯了 所以也在一直寻找彭祖存在的证据 说到这里 又要去把马王堆汉母了 在马王堆汉母中出土了两本遗书 一本叫做识问 一本叫做疑心坊 这两本遗书就是彭祖留下的养生经典 现在的江苏徐州还有彭祖文化 徐州在古代也被称为是彭州 在当地有众多的文献记载 这人名气非常大 孔子 庄子 徐子的文献中都有提及 史记中有记载 去原的诗歌中也有叙述 这人一定是存在过的 而且确实善于养生 但是至于有没有活八百岁就不得而知 除此之外 还有安琪生也是出自于史记之中 而且与秦始皇有诸多交集 在史记封禅书中记载 安琪生 仙者 通蓬来中 何则贱人 何则贱人 何则贱义 当初秦皇汉武之遂落海求仙 就是因为安琪生 而且就是这个安琪生搞出的修仙风 在安琪生之前的道家属于哲学思想 是不求成仙的 也不论述过成仙这世儿 到了安琪生出现 搞出了一个方仙道 这个方仙道就属于一个门派 属于春秋时期渴望修炼成仙的一群人 组成的一个门派 这个门派形成之后 修炼成仙的观念才逐渐形成 这个时候开始 才有了求仙这一说 当然至于这个人的存在与否 在今天也是存疑的 在以上的这些人中 有修真记载 有正史记载 甚至还有古墓中出土的经书记载 这不比漫威有意思多了 可惜的是 直到今天也没有一个完整的世界观出现 猎仙传中比较有名的 也却有其人的也有很多 比如说吕上 吕上就是江子崖 据说江子崖曾在渔腹中得到兵书 服饰荷花 枸杞等植物 活了二百岁才死 死后于意外之事不能下葬 后来他的儿子吕安葬他 到了这里又出现了一个问题 江子崖明明已经意外死亡了 这个怎么又成仙了呢 这一点在猎仙传中也有叙述 在猎仙传中认为 一开始江子崖并没有下葬 到了下葬的时候 他的儿子发现在观国内并没有尸体 只有六篇兵书 所以说 江子崖早就已经飞升成仙了 除此之外 还有老子喜欢保养精气 注重西南而不外泄 曾在周朝做了八十多年的图书馆管理员 后来老子遇见了周王朝的落败 所以就起了轻牛 离开了周王朝所管辖的范围 在途径函谷关的时候 当地守卫的令官尹玺迎接了他 并强求他留下了《道德经》上下两卷 再次之后 彻底出关隐居 再往后就飞升成仙了 除了仙人事迹之外 在《猎仙传》中 还提及了关于升仙的方法 漫威中美队是打血清的 钢铁侠带反应堆 绿巨人被辐射 托尔是天生神力 那么在修真世界中 他们是怎样去超脱常人的呢 其实和漫威世界差不多 首先就是服食 也就是和打血清差不多 不吃常人吃的东西 去吃一些比较奇怪的东西 基本上通过服食成仙的人 都是不舍无骨的 低级的是吃一些花花草草 在网上有吃蒲酒根的 有吃桂枝 也就是一些大自然的补品 这些补品和我们常说的不太一样 它们一般都是住在山中 自己踩着吃的 当然也有吃仙药的 比如说水鱼 这个水鱼出自于山海经的唐亭山上 是一种晶石 也有吃云母的 这个就是炼制的了 因为这一观念 在魏晋时期 还有不少人去炼制这些仙丹 结果都把自己给吃没了 除了服食之外 另一个比较重要的方法 就是导引刑起 导引大家可能不太熟悉 导引其实是一种功法 大家可以将其理解为是气功 通过一些特殊的动作 去吸收天地灵气 在马王堆汉母中 还曾出土过一幅导引图 在这幅导引图中 就描述了众多 关于导引之术的动作 其实看起来就像是瑜伽一样 总的来说 就是一种武功吧 最后一种就是善报了 将猎仙传中描述到了 一位叫做马什黄医师 他被记载于皇帝时期 因为治好了向其求治的龙 后来为龙驮着升天而去 于是就呈现了 在比如说羚羊子鸣 奉生了一条白龙 后来也被这条白龙驮着升天呈现了 大概来说就是分为这三种 其实我们今天来读猎仙传 并不是想要验证它的真实性 不管到底如何 距今都有两千余年了 在东西方文化激烈碰撞的今天 提到超能二字 大多数人能够联想到的就是 超级英雄 甚至 还会为西方超级英雄体系中 出现华人而感到自豪 这种现状 在今天看来并不会造成什么不良影响 但是长此以往 会让越来越多的孩子 缺少一种先天的文化自信 这是一种隐患 一种民族隐患 在这场被叫做文化的斗争中 可怕的不是西方文化有多强悍 可怕的是 我们明明有一套完整的 比漫威宇宙更精彩的修真体系 明明有一个玄幻的世界架构 但它就是不能重现 或许这应该叫做可悲吧 好了 不管你信不信 现在我们的世界正被一双无情的手操纵着 2000年前的老子将这双手称为天道 2000年后的科学家将这双手命名为伤 公元前485年左右 老子看见周潮衰落便去云游四方 当他和他那头青牛走到寒谷关的时候 关令引喜对他说 既然您要归隐了 请务必给我们留下点东西吧 于是老子花了几天功夫写下了5000多字的道德经 此后便不知所踪 老子用简单平实的语言将自己一生的感悟和智慧 融入了这部道德经之中 影响了后世2500年 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 这本书中 竟然隐藏着连爱因斯坦都叹为观止的宇宙真相 甚至很多人发现 《道德经》中还存在一部分 修炼得道的内容 那么老子当初究竟悟到了什么 为什么如今再也没有出现过得道非生的人 今天我们来聊聊 被隐瞒的《道德经》真相 我们首先从宇宙的起源说起 《道德经》中有这么一句话 天下万物生于有 有生于无 意思是说 看得到摸得着的物质都源自于无形的物质 这个无形的物质是什么呢 其实在老子心中 这个无形的物质说的就是道 《道德经》中还写道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意思是世间一切都源自于道 它独立存在 先于宇宙万物而有 并且永恒存在 不断地为世间带来虚无到真实的变化 并且生生不息 那么道到底指的是什么 它说道是一种玄幻且缥缈的事物 它没有具体的形象 是一种超乎自然科学研究范围的对象 有点类似于平行时空的存在 但却是它在推动宇宙的产生和世界的变迁 打个比方 如果我们将宇宙比作游戏 而世间真实存在的一切 就和游戏中设定好的各种场景和NPC一样 是由一条条的代码和程序组成 在游戏的背后存在真正的操控之手 它创造了这个游戏世界 而这只手就是道的具象化 在《道德经》77章中说 意思是说 天道就像一张被拉满的弓 不论是弓身还是弓弦 自然会向中心靠拢 做到张翅有度 太高的山会因为风吹雨林 不断侵蚀而崩塌 太深的谷 会因为泥沙堆积最终被填平 而且巧合的是 在2000年后的科学家们 也有同样的观点 他们把这种现象 也就是天道命名为伤 爱因斯坦说过 如果非要将世界上所有的物理定律 做一个排序 那么伤增定律 必然是当之无愧的第一 因为它揭示了万物演化的终极法则 那就是不论我们人类 还是整个宇宙 结局必然是死亡 这个定律让人们明白了很多道理 比如人类的永生之路 永远无法变成现实 要知道 从古至今 人们对于永生的渴望 一直都没有停止 古时候的不少帝王 为了实现永生之梦 采取了各种方法 可最终都失败了 可能有人会说了 进入科技时代之后 人类不再幻想永生 可事实上在科技时代 科学家对于永生的探索研究 一直都在进行 科技越发达 科学家对永生的探索越多 越疯狂 可是伤增定律告诉了我们 永生是不可能实现的 另外就是科学家曾经提出的 涌动机 从伤增定律的角度分析 它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伤增定律让我们看到了万物的最终结局 让很多人感到绝望 可是在这绝望之中 却依然隐藏着一点点的希望 而这个希望来自于人类自身 根据科学家的研究表明 虽然从整个宇宙的角度来看 伤增是不可逆的 但是在某个区域内 却可以实现小范围的伤增 我们无法改变所有事物的最终结局 但是却可以在一定范围内 推迟这一天的到来 就好比有的人年纪轻轻 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而有的人到了100多岁 还依然活着 早在1943年伟大的物理学家薛定谔 就曾在其著作中提出 生命以负伤为生 人活着就是为了对抗伤增定律 那我们要如何对抗伤增 答案就是生命活力 只要我们能够一直增加生命活力 那么就可以有效对抗伤增 让毁灭到来的迟疑点 我们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 相信很多朋友都喜欢运动 生命在于运动 就是对抗伤增非常有效的一个手段 我们通过跑步等锻炼 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变得越来越有活力 变得越来越健康 各种疾病就会远离我们而去 人类的寿命就会增加 我们想要升职加薪 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 那就要不断地学习 而学习同样也是对抗伤增的一个方法 同理 我们想要有更亲密的关系 那么就要用情话 礼物 金钱 来反抗伤增 伤增定律告诉我们 如果你什么都不做 明天不会变得更好 只会变得越来越差 友情会变淡 爱的人会离你而去 事业会走向低谷 十年前你所困惑的事情 以后会更加困惑 我们不断吸收物质能量 不断学习 获取信息 不断调整心态 这些其实都属于生命活力 当我们持续做这些事的时候 在负伤的驱动下 便会呈现出伤减的效果 比如你经常写文章 你的文笔就会越来越棒 当然 即使我们一直在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可生命的终点 仍然是不可逆的 很难想象 2000年前的老子 就已经用如此质朴的语言 描绘出了2000年后 才被科学家们证实的伤增定律 这也让不少人怀疑 或许修炼非生 并非虚构 看到宇宙万物演化规律的秘密 也许就藏在《道德经》中 时间来到1973年 长沙的马王堆汉墓碑考古发掘 人们在惊叹 心堆富人千年不符的同时 意外地收获了 隐藏在古墓之中的众朵古籍 在这些古籍中 就有一本来自于 千年之前的《道德经》 但是当人们翻阅这本《道德经》时 惊奇地发现 这本《道德经》中所记录的内容 与我们今天所了解的《道德经》中 有很多差异 比如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千年前的原文却是 水善利万物而有境 不争和有境 两者字面含义貌似有很多相似之处 但仔细琢磨 其实还是有很大区别 在古代 净通争 有境就是有争 有争改为无争 这就疑惑了 水善利万物究竟是有争还是无争 再比如 道可道 非常道 明可明 非常明 这是《道德经》的开篇语 但是在《马王堆汉墓》中的《道德经》 却写着道可道 非横道也 明可明也 非横明也 当初 横字改为长字 是为了避讳汉文帝留横的名讳 但一字之差 含义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而经过统计对比 《现代道德经》已经被改动了多达700多处 导致原文350多句话中有160多句发生了重大改变 使老子原本要表达的内容遭到了破坏 那有没有可能是《马王堆出土》的《道德经》抄写错误 这就不可能了 因为《马王堆出土》的是利用博书摘抄的《道德经》 因博书在古代极其珍贵 就要求不允许出现差错 这也就是为何《博书版的道德经》 被认为最接近原版的原因 更重要的是 《道德经》在西汉帝国之初 是国家决策层的理论专注 既然作为国家层面的理论专注 《道德经》版本问题自然会相当重视 那到底是谁又出于什么目的 让现在的《道德经》与原版差异这么大 这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这些都不是最让人吃惊 因为在一众考古学家解析《马王堆道德经》后 发现这其实是一本修真的书 而书中讲什么是道 讲治国和德行 很可能是用比喻回答某人的提问 关于修真的一些明显语句是 虚其心 实其负 智虚极 守禁毒 这是练气功的一种状态 一手单天 无限追求寂静 身体不动 练过气功的应该知道 一开始感觉身体内厚实而浑浊 足够安静以后 整个身体都平衡了像气球一样 轻盈而轻明 这个状态不需要压制杂念 杂念已经不活跃了 对身体的知觉也只剩一个轮廓 修真只是练功 不可能有多大的进步 关键的一步是去除人性 于是老子在《道德经》中说 知其白 守其黑 为什么要颠倒黑白 是让你注意虚空的部分 无聊的部分 有的人看见美女就不自觉想入非非 这不仅是定力的问题 还是习惯问题 当你的视觉不再聚焦在实物 而是180度观察全景 思想就不会被牵着走 可以安静的无聊的观察着一切 老子还认为 五色令人目盲 五味令人口爽 五音令人耳聋 所有刺激的东西都会使人走向衰败 唯无为 胃无畏 事无事 是修真的基本策略 就是说要过着隐世的生活 内心不再有波澜 吃清淡食物 不要有任何成就感 这样去除人性是为了个人力量的洗盘 因为每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 而日常生活和事业会占据人们所有的力量 所以必须斩断这些不必要的消耗 才有多余的力量修真 但为什么现在很少看到有人得到飞升呢 其实和我们大部分人的观念转变有关 因为想要修真就必须放弃人性 那这样做人还有什么意思呢 而且花一辈子的时间修真 不顾家人远离社会还未必能成功 毒性太大 这也是修真者稀少的原因 关于前面讲到的伤增 科学家们最近通过研究黑洞 还发现了一个更可怕的事实 由于强大的引力 黑洞会将包括光在内的一切事物 吞噬并抹出原有物体存在过的痕迹 这就是著名的黑洞无毛理论 这就让科学家惊出了一身冷汗 因为这样一来 被黑洞清理的自然也包括 全宇宙在内的所有伤 这就完全违背了自然法则伤增定律的存在 而在接下来的研究中 一件更让人头皮发麻的事情出现了 原本科学家们认为 黑洞就像一个没有尽头 并且一直在抽水的马桶 任何被吸进去的物体 只会不停地掉落压缩 掉落再压缩 不断反复这个过程 也就是说黑洞只进不出 但随后他们发现 黑洞在吞噬万物的过程中 也在自身蒸发 辐射出一种叫做 霍金射线的热量 从而回馈宇宙 并且早先 NASA在《自然》杂志中刊登 黑洞也会将内部大约10%的重力 转化为能量 甚至在2019年的时候 牛津大学发现在距离地球 29000光年的位置 一颗质量比太阳还要大的恒星 居然被一个黑洞给吐了出来 这些现象的恐怖之处 在于 黑洞就像是在自发地 储存整个宇宙的伤增 以换取黑洞之外的伤增 我们可以通俗地理解为 黑洞正在把宇宙中的伤 快速地加工出 能够再次利用的能量 换句话说 黑洞就像一个执行姐姐 耐心倾听着整个宇宙 倾诉负能量的同时 又在不断输出正能量 去安慰整个宇宙 好像整个宇宙就是一个活体 并且拥有自主意识一般 所以 对于老子看到宇宙灭亡 我们大可不必担心 也许整个宇宙比我们还要惧怕 那一天的到来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脑补君 我们下期再见